乌俄恩怨情仇大解析 当地以俄语为母语的乌克兰人 和吉普政府产生很大的分析 这碗汤也让乌俄争吵不休 罗宋汤是谁的 所谓的罗宋汤 属于斯拉夫民族 乌克兰想列为非物质遗产 从世界遗产看乌俄情仇 周六晚间11点56台 低观点